男人从垃圾场捡回这个不完整的机械少女 经过检测发现她的心脏和大脑都在运作 好心将王女的身体移植到她的身上 仅仅就在第二天 少女的卡兹兰大眼睛缓缓睁开 惊喜地发现自己又能自由活动 她换上干净的衣物 小心翼翼注视这个救她的男人 这个男人是一名机械医师 专门无常帮助钢铁城的改造人修理身体 眼看少女对于过去毫无记忆 就给予了她一个人类的名字阿丽塔 在未来的2563年 科技进步到了一个巅峰时刻 强大的技术甚至能让整个城市悬浮在半空中 可惜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富丽堂皇的天空城撒冷 而在底层贫困社区钢铁城里 数十亿普通人和改造人被迫挤在一起 上与下形成了明显的阶层对立 醒来后的阿丽塔对这亮眼的世界感到非常好奇 可医生带着她在街上驻足时 因为一只可爱的狗狗 竟敢公然挑战机械守护者 这样的冲动让她结识了一个叫雨果的小伙子 雨果一直憧憬着天空 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撒冷生活 她相信阿丽塔之前就在撒冷生活过 因为钢铁城就是撒冷的垃圾场 只不过阿丽塔对于那段记忆已经模糊 随后两人的相处中 关系越来越深 他们齐行在钢铁城的街头巷尾 分享她未曾接触过的食物 一起玩着街头机动球 阿丽塔展现了超凡的天赋 第一次接触机动球就行云流水 雨果的同伴们都对此感到惊讶 可钢铁城里并不是一项如此美好 一直伴随着罪恶的存在 夜间一名独行女子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遭到大奸爪的袭击 阿丽塔透过门缝看到了医生手上满是鲜血回来 还拖着一个大箱子 次日清晨 阿丽塔从病人口中听说 一伙掠夺者专门尾随并杀害落单的改造人 然后将他们的零件卖给黑市换钱 阿丽塔开始对医生的手伤怀有一虑 果然到了夜里 医生再次拖着大箱子出门 阿丽塔悄悄跟踪 发现医生从中组装好火箭锤 举着他准备袭击一位红衣女子 关键时刻阿丽塔挺身而出 阻止了医生 劝他悬崖乱马 医生解释说自己是赏金猎人 专门追捕悬赏犯 阿丽塔这才明白误会了医生 但已经迟了 医生被几人包围 三两下就被放倒在地 为了救医生 此时阿丽塔迅速展现了惊人的战斗力 他施展失传已久的机甲术 日子冲全先锤乱了一个小楼 螳螂女剑词也激发了斗志 上前试试阿丽塔的身手 即使阿丽塔没有武器 最后还是可以空手夺白人 一脚踢掉了他的头 看着医生被大块头控制 阿丽塔一跃而起 一下子将大块头的手臂劈成两半 在阿丽塔的步步紧逼之下 大块头只好落荒而逃 这个梁子算是结伤了 在战斗中阿丽塔一瞬间回忆起 曾在月球作战的画面 那是一场惨烈的大战 医生经过检测发现 阿丽塔的心脏异常强大 足以驱动整座钢铁城多年 这种失传已久的科技 在天坠之战后 再也无人能造得出来 这意味着阿丽塔至少 已经有300多岁了 为了继续唤起更多的记忆 阿丽塔决定要当一名赏金猎人 通过战斗这种方式 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 然而医生明智地拒绝了他 认为这个职业太过危险 不希望阿丽塔为此污染了双手 看着眼前的阿丽塔 医生早已将他当作 自己的女儿看待 在大块头被打残后 他找到了医生的前妻一连 他与竞技场的所有者 维克托是搭档 听命于一个叫诺瓦的幕后黑手 诺瓦身处天空之城的高位 但能通过意识来操控他们 诺瓦命令他们赶紧修好大块头 然后利用他来杀死阿丽塔 并将他的心脏带到撒冷研究 如果带着阿丽塔 来到了机动球比赛现场 这里的选手会不择手段 来取得胜利 最终活着到达终点的选手 就能拥有前往撒冷的机会 维克托为了给大块头升级装备 看上了一个选手的精致装备 并拆除了他的机械飞爪 然而干这种脏活的团伙中 居然有阿丽塔的男友余果 可他对此毫不知情 为了继续唤起记忆 余果带着阿丽塔来到城外 向他讲述了三百年前的天坠之战 原来在那时 火星联盟发起了 对天空城的最后的突击 最终以失败告终 撒冷成为了战后 仅存的最后一座天空之城 几人也在一处湖泊中 发现了一艘遗留下来的飞船 阿丽塔对这一场面莫名的熟悉 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 走向废弃的船舱之中 飞船的系统识别出了阿丽塔 自行启动了起来 控制台出现在阿丽塔身前 他关闭了保护罩 发现了一副全新的狂战士盔甲 阿丽塔将其带回家 希望医生能给他换上新的躯体 但医生拒绝了 因为狂战士机甲 阿丽塔是火星联盟制造的人型武器系统 具备天生的火星机甲术 而阿丽塔体内的心脏 就是驱动机甲的核心 也是他身手敏捷的原因 对于医生的拒绝 阿丽塔十分不满 于是偷偷前往工会 注册成为一名赏金猎人 决定独自面对未来的挑战 阿丽塔和于果马不停蹄来到酒吧中 他向所有赏金猎人呼吁 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对抗大块头 但却遭到众人的嘲笑 尤其是一个讨人宴的猎盘 毫不退缩地教训了扎盘一顿 不仅如此 阿丽塔还直接挑衅其他人 以一滴百把猎人们打得七零八落 幸好医生及时赶到 阻止了这场混战 然而就在这时 有了新装备的大块头突然出现 明显是冲着阿丽塔来的 其他猎人见状纷纷闪开 随后他决然一跃而下 与大块头在阴暗的地底下展开了死动 然而对方的装备坚固无比 阿丽塔几乎不是大块头的对手 只能不停地躲避攻击 阿丽塔再次奋起反击 仅凭独臂刺穿了大块头的眼睛 但他自己也力竭难知 就在最后时刻 医生与男友及时赶来支援 迫使大块头落荒而逃 看到阿丽塔这般场景 医生只好将他与狂战士机甲完美融合 一个全新的战士呈现在众人面前 随后男友鼓励阿丽塔参加机动球比赛 只要夺得冠军 就有机会进入撒冷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维克托早已策划了一个阴险的猎杀计划 他聚集了一帮黑手 并悬赏50万用来买下阿丽塔的命 怀着笑容的阿丽塔踏入赛道 作为新秀他闯进了比赛 不料背后隐藏着杀机 同时医生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希望阻止阿丽塔参赛 但已经为时已晚 哨声响起球手们对阿丽塔展开猛烈攻击 然而阿丽塔毫不示弱 一个个敌人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他轻松解决了他们的围攻 即使被困压 也能迅速脱困 然而就在阿丽塔浴血奋战之际 他突然接到男友被闸攀追杀的消息 毫不犹豫地决定出手 他直接撞破屏幕 一跃而出 而杀手们紧追不舍 阿丽塔边躲避边奔跑 尽全力甩开追杀者 一番殊死搏斗后 最后一个杀手被阿丽塔摆脱 死在了绞碎机制中 阿丽塔急忙赶到男友身边 然而对方却坦白自己是在合法猎杀罪犯 雨果虽然做过不光彩的勾当 但从未杀过人 作为一名赏金猎人 阿丽塔深知这一的规则 只能无奈地目睹男友被闸攀捅死 此时机械守护者也出现在他眼前 他陷入绝境 无路可退 只能抱起雨果冲进教堂 门口赏金猎人和守护者拦截在他面前 阿丽塔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医生的前妻及时出现 看到阿丽塔身上的一些特质 他似乎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情感 他采取了技术手段保住了雨果的大脑 然而这一切都被扎攀察觉 他打算抢夺雨果的头颅 阿丽塔奋起夺刀切掉了闸攀的脸颊 回到诊所后 医生成功地保住了雨果的生命 但雨果也因此成为了一名改造人 医生也向阿丽塔透露 生活在钢铁城的人 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法进入撒冷 因为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定下的规矩 而他自己就曾来自撒冷 当年为了拯救女儿的重病 他们一家三口被迫离开了钢铁城 唯一能进入撒冷的办法 就是获得机动球比赛的冠军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雨果之所以被维克托所欺骗 也是因为这个规则 阿丽塔愤怒地提着刀杀进了维克托的老巢 面对数量众多的机械守护者 他丝毫不慌手起刀落 利落地解决了眼前的阻碍 闯进了维克托的办公室 然而躲在窗外的大块头发起偷袭 阿丽塔被铁链刺穿 但狂战士机甲拥有无与伦比的自愈力 完全觉醒的阿丽塔全面碾压大块头 短短两个回合就将大块头劈成了两半 同时他也想起了三百年前的天坠之战 原来他接到的最后一条命令是摧毁撒冷 然而任务失败 导致他在垃圾堆中躺了整整三百年 与此同时 眼在撒冷的幕后黑手诺瓦再次附身到了维克托的身上 愤怒的阿丽塔一刀结果了他 然而在阿丽塔振奋精神的同时 苏醒过来的雨果试图越过管道进入撒冷 阿丽塔连忙跑来阻止 但当雨果准备回头时 管道上的大转盘突然启动 雨果的下半身被当场撕碎 阿丽塔紧急接住了雨果 可是已至此已经无法挽回 两人只好做出最后的告别 雨果就此离世 最终阿丽塔重拾信心 闯进了机动球总决赛 手举着刀指指撒冷 他向高高在上的诺瓦宣战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 踏上了决赛的舞台 他挥刀断肋 决心彻底改写命运 向黑暗势力发起最后的决战 为了钢铁城和男友 为了三百年的追求 阿丽塔展现出了 无尽的勇气与决心